哈囉,開始拍片了 我們來到西本町的美食天天麗 然後這間也是我年輕時候 1998年到2045年 最常吃的美食 OK,你看,切仔便 現間和爆炸兩顆 都是平價美食 來,這間多少錢猜看看 這間多少錢猜看看 140塊啊 這間140塊,來,你吃看看好不好吃 老公推薦的,絕對好吃 吃下滷肉飯嘛 滷肉飯,人家就加上那些辣薑喔 OK 滷肉飯都是平價啦,差不多30塊 都是30、40塊而已 怎樣怎樣 這份很可以,這麼大份 原來的味道 我忘記現在多少錢喔 這30塊還是40塊 反正就差不多這個價錢 OK 怎樣 嚮到 怎樣,為什麼會嚮到呢 你幫我沾點辣椒好不好 我來吃一下那個辣椒 那辣椒這邊 哪一個叫辣椒 這個啊,我的那個 嘿嘿嘿 這個啊 這個 你要放旁邊嗎 放旁邊,對啊對啊 然後小菜這邊 選辣椒,我來蘸 他辣椒有兩款 你放在這邊,嘿對 放在這邊 對,然後滷蛋旁邊也可以啊 因為滷蛋也是我點的 這樣這個,你看那個 然後這個切仔便就是 這樣子而已 通常我都會點切仔便 然後背一些菜啊 滷蛋啊 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油豆腐什麼 都是很下飯的 對 好好好 差不多了 謝謝 嘿 你嘗嘗看 然後這邊還有辣椒 這邊的 加加一點 那邊還有不同辣椒 對啊對啊 嗯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嘿嘿,一點點就好了 有不要 他有一盆,很辣的 一點點就好了 OK OK哦 一點點就好了 OK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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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滷蛋 滷蛋 滷蛋感覺怎樣 滷蛋 是130塊而已吧 很漂亮啊 剛剛嗆到要吃一個 對啦 太好吃是要嗆到 OK 蛤 蛤 然後小菜吃看看啊 滷蛋啊 那你吃一下以前我 常吃的美食啊 嗯 你是不是有帶我來吃 什麼東西 蛤 蛤 我應該有帶你來吃過的 這個東西 我應該有帶你來吃過的 對啊 我剛剛吃的啊 你應該有吃過 因為我 我來這邊台北西門街都會吃這家 所以 這個也是我年輕時候常來吃的 這個 空心菜 你看 對啊 應該會有記憶深刻的感覺 OK齁 OK齁 拿過去一點 對 再拿走一點 對 下面要切仔片 OK 切仔片 通常是點這個切仔片 然後配這些這些 所以說油豆腐啊 然後 那個什麼蒜 那個什麼酥的 通常都會點 對不對 比這樣很便宜 140塊很便宜 你試試看 你看 它就比較 比較清清淡淡的這樣子而已啊 嗯 對啊 然後還配乳段 乳段 乳段10塊錢而已 很便宜好不好 所以這間 就是 台北人的 平價美食 而且 賺你這個價錢 已經 好像20年前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你看 裡面怎樣 OK 這個 或這個 它會 你看會那個喔 它有些半熟蛋 我最喜歡 半熟蛋 等一下吃一下 半熟蛋 欸 我就不吃啊 因為我 這我常吃的 現在看那個半熟蛋 半熟蛋 欸 對對對 這樣吃很棒喔 敢不敢吃 趕喔 半熟蛋 欸 OK 這樣站著吃 對 對不對 這樣站著吃 好不好吃 嗯 真煙 不錯齁 OK 好啦 最後要說什麼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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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最後希望影片完訂閱喔 拜拜再見